黃大仙區議會下一步會有跟進的綿蚊行動? 現在其實已經在做了 其實全區大家已經和武林管理公司、房屋處、食環處 大家都已經在做一個很加緊的程序去展開綿蚊的工作 打蚊炮、落蚊油、清潔管理工作 我想這部分是不需要等會議 在工作上已經加強了 但是民眾的意識是否足夠強烈去感受到這件事的風險 始終我們黃大仙區真的是在山坡旁邊 山坡旁邊有些是蚊子、有些是蚊子 各種的形態都有 但是如何能夠使市民去警惕到今次登革熱病的風險問題 我覺得是有重要的 對 清潔管理人士 我來解決一下